9月25号,在一场漂泊大雨中,中国首位田径规划选手郑妮娜丽拿下全民会女子七项全能冠军 从东京奥运会到此次全民会中间的隔离期,郑妮娜丽透露身体状态不是很好,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很满意 真的从奥运会回来,我其实身体调得特别差 因为在隔离期间,我就是掉了很多体重 虽然我平常在国外,其实我是自己做饭,所以我会控制我放多少油和这些东西 所以我在隔离期间丢了差不多三公斤,所以这次身体的条件不是太好 可是我能把这比赛比起来,拿金牌我已经挺满意 女子七项全能是田径赛场最难比的项目 需要完成100米篮,跳高,牵球,200米,跳远,标枪,800米,七个项目比拼 而此次全运会该项比赛,几乎全程遭遇下雨天气,更加剧了比赛的难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比赛,郑妮娜丽说自己在赛场上的对手也变成了朋友 从100米篮开始比赛的时候,我们感觉全是对手,我们全都想赢,你知道吗 可是我们一起,就是陪着一起比两天,在这种天气,我们全都身体感觉不是太好,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到800米的时候,我感觉我们心情全都变了 我们就想一起把这个最后一个项目好好比下来 所以过这两天,我感觉我其实有取出来新的朋友了 郑妮娜丽出生于体育世家,外婆是跳高民宿郑凤荣 是中国第一个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她的外公段祁岩,曾斩获首届全员会男子跳高冠军 身在这样的体育世家,郑妮娜丽开玩笑地说,有好事也有坏事 这一年是郑妮娜丽的超盲赛季,转换国籍后,她几乎在马不停蹄地参赛 以全员会金牌受惯,郑妮娜丽也将目标瞄准下个周期 现在就休息,真的这个赛季对我身体来说已经非常累了 所以我就休息,好好恢复身体 所以明年我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在亚运会把冠军拿起来 所以我就好好把我身体调好 东京奥运会上,郑妮娜丽以6318分获得第10名 创造了中国选手,在奥运会女子七项全能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